大家好 因為我們今天禁室 第一是有很多人 第二是我們高科技 通常都會高科技 但我們今天的高科技 就是因為我們有次官 看到嗎 在鏡頭上 看到 但我們高科技的原因 就是如果 環節 寬頻衰的時候 次官就會不斷地 不斷地循環 其實不是人循環 你千萬不要以為 次官忽然口齒不清 沒有一件這樣的事 不會 那個寬頻不是很穩定 所以有時候 你說沒事但香港的聽眾 聽到有時候會疾 不要緊 見良 非常見良 今天我開這個題目 就是希望大家 講一下故宮博物館 這件事 因為剛剛之前 我跟阿揚 阿潘 和呂王談過 剛剛談了大家的意見 都不留而合 還有一件事 原來很多人沒有講過的 我們專門講一些 香港評論沒有講過的 情況 我們針對著來講 好嗎 好 好了 我覺得 第一 今次 你說能不能扔到政治 絕對扔到政治 怎麼會不是政治的舉措來的呢 你兩位三位 覺得是不是 絕對是 我覺得 因為一開始 就已經說 是為了慶回歸二十周年 危歸本身是一個政治任務 慶回歸二十周年 又是另一個政治任務 你慶回歸的一個重點 就是故宮民物 怎麼會不是一開始就變了政治化呢 所以我很奇怪 就是有些 以打落走出來撐故宮這些事情 就說 不要將故宮這些文化政治化 但是帶頭政治化是誰呢 他們又不說 但其實很簡單 回歸二十年 我們一定要政治 因為他用力做政治 他有兩個一百年 現在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之下 一個就是中共成立一百年 就是2021年 一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年 就是2049年 2047年 就是50年 不變的限期 一個人這樣說 所以中共對那些數字是很敏感的 所以回歸二十年 他要大做 即是如果裏面出現一些 穿崩或者尷尬 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政治問題來的 通常都是那些人 命不久矣那些 才會很在意那些人 你剩下多少 那你就想著爆 即是那些 醫生說了 不知道第幾期癌症 你剩下三個月 你才會很留意的 你平時在這條街上走 是不是 你沒有做到身體檢查 可能一會兒 你剩下三個月 你剩下三個月 三十分鐘 或者三天 你不知道的 那就是因為你預計了自己的死期 你才會這麼緊張的 所以他現在說民族自信 制度自信 因為他沒有自信 他經常說 醫法治國 因為他沒有法 你越吹得厲害 你越吹和俠 就越不和俠 一樣是這樣 對 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見到不准套談 即是說很多人套談 那裡有精設牌坊 其實周圍都是雞鬥 我以前在大陸旅行 我以前在大陸旅行 巴士上面寫著文明禮貌車 但是我發覺我如果文明禮貌 我搭不到車 文明禮貌 我以為是搭車 搭文明禮貌 搭不到車 買不到票 香港人都是好 香港人以前警察部 還沒有ICAC前 那個反貪污部 在警察部裏面 通常我們叫做貪污部 即是用一個反字 聽好實一點 你貪污部啊 哈哈哈哈 是啊 這個大家都很了解的了 這個故宮為何不是用台灣的故宮的文物 又喜歡給北京故宮文物呢 這裏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政治了 阿潘娜或者阿楊呢 可以說一下 這個本來我們國民政府 這個蔣介石國民政府 怎樣搬到台灣的時候呢 帶了他很多箱 千多箱去台灣 其實呢 裡面涵難都是精品來的 是不是 歷史是怎樣的 現在呢 在北京那些呢 簡單的說 他不是假的 我們叫他是不是硬品啊 讀 是英品 英品 你是指假的 英品 英品 英還是硬呢 英 英品 英品 你說的是英品 他不是英品 漢朝有一個叫李英 他不是假的 他不是假的 放在這裡做Display 他都肯定是次貨的 即就算他不是假 我意思 他都肯定是次貨 為什麼我說他是次貨 是次等貨 次一級 我這樣說 因為你漂亮的那些呢 一早就已經跟了國民政府走了 今天呢 蘋果就出了一篇的 就很正的 就是呢 這個 小心那個麥克風 哦 行行行行行 你不要開到那個次官那個 那個麥克風 那個聲音 因為你說現在呢 就是那個三大文 關香港事 這個 南京條約 各樣香港島 中英北京條約 各樣九龍半島 跟著展託香港戒指 專條就是租借新戒 好了 你在香港搞這個故宮民物 這三年就關香港事了吧 是吧 關本土事了吧 正如這個 李政屋邨 你不會放在遼寧一樣的 因為是香港事 由漢朝為止 喂 這三樣放在台北的這個 國立故宮博物園 嗯 但是這三樣東西 一早就拿走了 是啊 蘇勒布說是次貨 就是次一等 不是 剛剛我想解釋 其實蔣介石呢 你可以位於參叛 但是他對那個中國傳統文物的珍惜呢 是很緊張 是 還有呢 當時有一幫叫做民國的文人呢 或者一些他們是很擔心的赤化了之後 其實已經擔心是有道理的 後來的歷史證明擔心是有道理的 他的擔心呢 就是如果在那個陷供之前 不把那些文物拿走呢 那就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永久的損失 這個有遠見的 所以我們剛才說到的 1947年 蔣介石已經是用了很大的資源人手 將這東西一步一步調去台灣 所以你今天見到台灣的國立故宮博物園呢 他的文物是最漂亮的 還有他有很大的整理 很好的排列 是不是 很真正寶座 去過的人都一定會記得 最有代表性的那塊東波肉 還有肥豬腩 吹肉白菜 辣菜 他們兩個放在一碟是很好吃的 有豬腩和有白菜 好看又好吃的 是的 但我們不是說 現在北京那個故宮博物園的東西 沒有那些正東西 譬如說 有有有 清明上河圖 平伏碟 那些人都知道 但那個Point就是說 其實他北京那個故宮的 過去那幾十年的保存的方法 還有他怎樣去對待那些古物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怎樣去對待那些古物 對待那些文化呢 那裡其實都很擔心 但是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在大陸的時候 他們對 無論是處於內戰還是抗戰階段 他們對古文物的保存都是盡心盡力的 我們說現在敦煌 其實最初做敦煌保護的時候 就真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做的 帶頭做他們於右任 那當時就沒有什麼考古學家學者 去找一班畫家 去臨目敦煌的壁畫 將那些壁畫呢 就一幅一幅臨目下來 然後呢 就由這班藝術家一路建立一個 這個敦煌考古和保存文物的基礎 一路 這個張戴千很多畫呢 在大風堂裡面都是白瞭的 這個敦煌裡面那些壁畫 是很厲害的 不過我要補充一點點 就第一呢 蔣介石呢 在抗日的時候呢 已經執拾好這個工工裝箱了 是啊 不只是被共的 他避日本仔呢 都避了很久的 他用火車運走很多呢 去了重慶的 如果說是1933年都開始運的了 是 因為他只要日本都會親 我想說呢 原來啊 我們清廢帝 扶義呢 熟了很多東西走的 他因為呢 在被他趕了出去工之前呢 他都知道有一天的了 所以呢 在他那個 離開之前呢 他已經很多 名畫啊 搬移動的東西呢 他都搬走了 搬不移動的他沒有 那些呢 很多是流落了在民間 而呢 後來呢 中共呢 都拿回有部份 又不是拿完的 拿回部份 那個 這個歷史呢 這個真確 我們為什麼要說歷史真確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讀歷史 喜歡歷史的人 是的 歷史不能夠喘改 不能夠歪曲 我最擔心呢 就是 如果我們去給一個這樣的故宮 成為一個呢 我們香港的永久展館 怎樣好呢 原來裡面每一個故事 每一件文明的故事 都有宣傳價值的呢 有共產黨的宣傳價值呢 那變成呢 我們就 只能夠聽到一方面的支持 看不到全部歷史的真相 兩三位怎麼看呢 其實呢 我自己是 去到每一個地方 我都行博物館的 包括去東京 去上野公園裡面 那一堆博物館 我來月中又去了 那為什麼今次要選月中去呢 就是因為我買了一個 Annual Pass 1月30號過期 那我當然不去二月去啦 趕快用多一次 那你不論你發覺 你是去到一個地方 你Topping 你吃東西固然是好 但是你真的想了解 那個地方的面貌呢 是看兩件事情的 一個就是它的博物館 一個就是它的飲食 最能夠接觸到那個地方的文化歷史 是靠這兩件事情的 那你剛才說 就說其實呢 在普宜他納了不少東西走 那這件事情 其實你現在 在大英博物館也好 羅房工也好 甚至拍賣會 我們之前缺戰都說過的 這個Christy也好 Sotheby也好 你會見到很多 是現在民間工藝做不到的 包括以前那種 官僑 即是燒的那種圖詞技術 官僑的技術 包括它們的念珠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它那時清宮廷裏面 那些飛笨的念珠 它是很漂亮的西瓜壁西 壁西 壁西Tourmanin 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七彩 那每一粒呢 它是這個 比如寫著福壽康寧 一粒豬的四面 還有頭尾有兩隻蝙蝠 而它們那個精緻的程度 是你今時今日看不到的 你這麼多錢都買不到的 就是這些情況 那為什麼會流落到拍賣會呢 那它的歷史就說 因為當年 就是法國聯軍 那有些呢 就外國的將領 的後代 現在不行了 這樣就拿出來變買了 其實我看到那個虎仔 有一個就不是不行的 就是有一個 兩兄妹 就在英國一個郊區 一間大宅那裡住的 然後她曾祖父呢 就曾經當一個兵 那就拿了一個青花字 是乾隆 那其實 它不知道那個是什麼來的 它不知道好東西來的 那個是一個普通的兵 就擠了在那個 國仔那裡 擠了百多年 是的 那突然間 它擠了那些東西 擠了出來 就拿給人鑑定 然後買了天價 哦 即是它那百幾二百年 是擺在那個 英國郊區一間屋的 那個 那個叫 角樓 那個 那個 角樓那裡 沒有人知道 原來是一個無價埔 但是我覺得呢 我們從這個什麼角度呢 我們一個普通人 就是我們在座任何一個 都不可能 以個人的財力 去製造一塊幾十億 或者價值連城的保密 是不是 這些東西應該在一個博物館裡面 給人看的 你輸我 那句是很 很沒有民族主義的立場 很 政治不正確 我希望那個東西在大英博物館 都好過在共產黨的手上 最好就是 in the best hands 我和你的立場一樣 不會說民族情緒啊 民族情華 我一定要它在大陸 還是它在台灣 你問我 我會偏向台灣 因為我本身是台灣人 我亦都認為台灣是會保存得好些 但是台灣比起大英博物館 甚至羅浮宮 你不要說 你講這個 St Petersburg 是不是 它那邊都會保存得好過 俄羅斯那邊 大陸 因為我羅浮宮和 British Museum 我都去過幾次了 又不是說很多了 我覺得他們是很有心機 把不同國家 不同年期 不同文化的東西 是分門別類 用最好的方法去保存 我覺得人類的文明 如果在那些手上 就是 戰亂都未必能動得到 是不是 就好像中東 塔利班弄爛了那些 巴米洋大佛 是 那些大佛 大紅大佛 你是指塔利班 阿富汗 炸了兩個巴米洋大佛 真可憐 2500年 我們還有說 你忽略了巴比倫文化 就說 伊拉克裏面有很多石雕 還有古代的 現在是IS 又是被他弄爛 但是你去大英博物館 看到那些阿斯里人的雕刻 哇 真是 真是 有三層樓這麼高 人頭 有個鳥身 後面有 那些 那些是馬來的 有馬腳 那些這麼厲害 如果還在中東 就麻煩了 其實很簡單 因為現在我們說 英國也好法國也好 他面對自己的歷史 他是坦然 是 他肯承認 我曾經是這個帝國主義 我曾經是大舉殖民 有些東西都是我搶回來的 是的 他出了季 你明白嗎 他出了季 不是他就不用去扮 是喜歡女人 跟著就要扮花花公子 我是擺明喜歡男人的了 那他就是出了季 他就坦然了 所以歷史 就是會真實 他就不會用自己的政治任務 在裡面每一個故事都要扭曲到 是符合他現在 記住是當權者 在現在這個時刻 最大的利益 是 因為你待會過十年二十年 你共產黨的利益不同了 那你上面的文字又要改過了 所以我想說阿楊 我想說你 就說剛才你說的那個點 其實他整件事都是建構在 那個回歸二十年那個大慶典 是的 政治慶典 那這件事呢 其實我看到一件事 很多人 我又要講政治 因為我這段好似 我只是說政治 什麼都不說 林鄭就是一個潛在 但是是一個路人皆見的真命天子 因為這個二十年慶回歸 自從六八九是沒有了行 之後 整件事都是在他身上的 還有董伯伯去抱一抱他 不是啊 抱了兩次啊 那天 我一天之內抱兩次了 喂大哥 怎樣啊 我不想有個畫面 可以嗎 搞什麼講政治 示範一下好不好 不要啊 不要啊 不要 真的我替林鄭的林先生 慘 不要說話 我想說 他刻意幫林鄭做一個選舉工程 然後將他的威望 就建在香港那裡 讓我們得到一個信息 就是說 這一個呢 就一定要保留在這裡 為習近平做一個風光 不是大壯 就是二十年大典 是吧 然後有故宮的加持啊 等等 我覺得呢 就是你這樣政治化一個文化的東西 我本身都已經骨避了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我們怎樣批評大陸 我覺得有些人 我們真的要 就是 很同情他們 也都要很讚賞他們 就是 中國裡面有些很真心 花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和心血去保護文物的那幫人 包括我自己親身接觸過的故宮 現任故宮博物館 博物館 博物館 博物館長就是 善濟祥先生 還有剛剛我說的 敦煌研究院的博物館長 就是敦煌研究院 就是敦煌研究院 在范錦斯主持下 跟香港文化博物館合作了一個 就是拿到很多敦煌文物來展覽 沙田那次 是沙田那次 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意味 什麼都沒有 雖然花了很多錢在文物那裏 建造啊 裝修啊等等 結果出來的效果呢 大家都讚賞 當日也是林鄭的展彩 我當晚也是在2014年的11月某一日 我忘記了確實哪一日了 林鄭是去展彩的 也是有馬會贊助的 當時范徐麗泰 還代表馬會去支持 出來的效果幾個月的展覽 大家都很讚賞 這個很歹心 因為你完全是沒有政治意味 完全是一個文化歷史 和一種 不是說國今什麼什麼 而是一種人類文明的一種展現 但是這次他把牌打出來 扔到桌上去 然後說 現在是國家給你的禮物 又什麼什麼 那就很可憐了 這個就是虛偽了 是的 這個就是虛偽 補充剛才說 呂王所說的小小事 我們很多痛聽眾 什麼叫做帝國主義 他不太明白 帝國主義的意思是 就是說他成為一個大帝國的時候 他包含了世界上各種文化 他都有 他都有認識和有研究的 無論疾病也好 風俗習慣也好 軍事經濟也好 他都是非常之道家的 這個是帝國主義 所以呢 英國法國這些大的帝國主義 對於中國文化都很大認識的 所以呢 他的大英博物館 或者羅浮宮 或者就算蘇聯的博物館 他裡面所研究的中國文化 都是漢學很道家的 他有一個學問叫漢學 是道家的 我們是不是做到這樣呢 我們有沒有將我們中國的文化 變成一個學問 而又不利用它作為一個政治的手段呢 這個呢 我覺得呢 就是 大家雖然不是帝國主義的大國 但是呢 起碼呢 要看到帝國主義的那個優點先 其實呢 如果是 其實呢 真的樣樣都學不出 第二呢 敦煌呢 就是我們中國的東西 但是呢 發揚方大法國 是 法國的敦煌學 呢 只是一個學問來的 反而中國的後來的敦煌學 是跟法國人的 我的老師呢 姚忠儀就是 這個法國敦煌學的專家 他是中國人去研究 但是呢 他都去法國研究 是 問題呢 就是 法國本身自己一個 一個這樣的帝國主義的國家 他自己真是 全世界的文化 他都有 很深入 很了解的一個 很有系統的原因 是 是 因為他們立了 他們立了回來 他真的當自己的東西 是 還有呢 他們很尊重學問的 不是 他當世界的東西 是 他當世界的東西 是 是 我們人類的文化 這個最重要 他是很尊重學問的 例如 尊重學問 尊重人類的文化 這個呢 反而是最重要的一個點 現在呢 我們是不是 當為一個 故宮 當為一個世界文化呢 還是當是我們自己 漢族人的文化呢 還是滿洲人的文化呢 我有少少 懷疑了 現在這個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 我想這樣的 我們下去那裡更糟 我想這樣的 他裡面 就是故宮 裡面負責保護文物 那些人呢 他們都有一個 就是我接觸過 都有一個 就是世界的胸襟 的 但問題呢 在一個 重大的政治 壓力底下呢 他們很多時候的文化工作呢 就一定要為政治服務 這個是很嚴重的 這個就是我要想說的 譬如說 今次 他主動 將這件事成為一件政治事件 而不是反對他的人 將它政治化 第一點要搞清楚 第二就是說 其實我們關心的 究竟是什麼國保 怎樣可以來到香港 配合我們西九個文化中心 是共同張演了整個主題 但是他在說 我找嚴訊旗去做一個設計 我說要用三十五億 買活給了錢 喂 這些東西不是我關心的東西 你裡面那些餡是什麼來的 就是譬如說 那裡邊的國保 我很喜歡 你姓鹽的姓唐的 不關我事的 是 鹽和唐不關我事的 最重要是 你有什麼剪出 所以 後面的文物的故事是什麼 譬如說 清明上河圖 譬如說 寒稀在夜焰圖 這些東西 如果能夠永久在香港展出 你就算用三十五億的 一半價錢 你都可以 那個變成一個無價的地標 因為其實你說 有蒙羅麗莎在那裡 或者有梵谷在那裡 或者有林布蘭在那裡 是不是一定要幾十億 去推出一個硬件出來呢 我用四個字來講 這個叫做 寫本綜末 是不是 現在我們看到 是不停地說那些硬件 還有剛才是 仰講的那樣東西 我將那些文物 運過來 中間怎樣去 其實那些人要花些錢下去呢 誰要花些錢呢 怎樣去保障那樣東西 你經常幫我講個殼 在香港整個殼出來 然後將原本那個地標 本來是 是做表演藝術的 你又硬在沒有諮詢之下 抽了過去 那就挑起了香港很多矛盾 這個本來就不會有這樣的 你是什麼都沒有 剛剛最新的那個消息 就說 被嚴順奇做那個設計 是除了完全沒有招標 還是在一個非常保密的情況下 好像不見得光 故宮文物是世界人類遺產 有什麼不見得光的 搞到好像這麼鬼祟 我理解的 其實嚴順奇是很夠資格 很夠資格 他現在是害了嚴順奇 害了嚴順奇 害了故宮 還有林鄭還有一件大事 他竟然說 2015年 故宮善院長說 過些故宮寶物在我們 你這樣放善院長上台 我接觸過善院長 他是個謙厚有學問 講話幽默 而他講話演說的時候 全台滿座 掌聲不全 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你這樣擺他上台 喂 你為了一個自己的政治 撇除了一些這樣的政治 包袱 或者想脫開了一些政治爭議 殺到自己的身上 你就擺他上台 對不對 阿仰我幫你一語道破 為什麼我說理解他這樣做呢 其實如果用正常的規矩 以嚴順奇一個這樣的大師級 還有這麼有名望的人 他最後都應該是非他目熟的 但是因為要一個正常的諮詢過程 抗日持久了 他為了要政治那個工程 為了選舉工程 為了那個二十年回歸 他就變成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 快刀斬亂話 取巧 取巧手段 這樣你就破壞了整件事 陷人於不義 陷中國裡面的院長於不義 陷嚴順奇於不義 陷所人於不義 所以這次我除了同情香港人之外 我很同情故宮裡面的 善院長 善院長和他的工作人 以及嚴順奇 他們全部都很無辜 其實這次任何一個 involved party 都是舔了東西 就是他整台戲就是為了 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 舔了政治東西 全部的人都不知道 而他們舔了東西 舔得很徹底就是 他成為了林鄭的政治籌碼 你發覺為什麼會剛剛 遇到剛剛是這個時候 去出這件事 當然是煲了很久 為什麼要高度機密 是不是 你這些不是不見的 那不是賊樁 是呀 光明正大的 你說如果大英博物館 然後羅佛公 可以堂而皇之 擺出來 我當年是侵略回來的 那些東西是我打仗打回來 我什麼時候獲取 他照寫在這裏 我哪一個人拿回來 他寫了整個故事 As it is 這樣寫出來 我現在想起 但是 賀公博物館如果來香港 落地的話 有一塊牌匾 一定要掛在正門 就是正大光明牌匾 你們學會寫這四個字 是吧 在乾清宮的正大光明 是吧 這麼鬼數 學來做護工 阿楊啊 下一屆特首是誰 就是在牌匾後面找的 那我們要找雷士良去 只是有輕功 去偷下來 還要拿完他的戚子 是吧 嘩 你真是惹人的害 但是 現在呢 這個舉措呢 因為最近呢 SY呢 宣佈了自己不連任 如果他SY連任呢 根本林鄭就沒有這些舉措了 不關我的事 他就慢慢做 林鄭說林別鎮言的嘛 之前 現在呢 變了SY不做了 變了 變了 他發表自己的那個 他會為全國的福祉呢 上位了 我 講過話不算了 現在我真正應又講多一次了 這樣呢 他才作出後面 現在 一連串的舉措 一二次行為 他都來得很急的 所以呢 這個急呢 就看到他那個露出來的尾巴了 我們 有幸呢 我們幾位呢 都是看得通他的尾巴 但是呢 很多呢 評論都看不到他的尾巴 就跟著他一起講呢 這個是一個恩賜 是好事的 做什麼要反對呢 我們不是反對著這件事 我們反對著 利用了作為他 將來登位的籌碼 這件事呢 很醜 不是只是錢的問題 將它政治暴走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 就是說 那錢還何來啊 哪個出錢啊 這樣 林鄭這件事 她沒得好通透 就是她知道 香港人會問這些問題 那錢我解決了 馬會嘛 不用公帑 馬會 有啊 你記不記得呢 有一次是 就是北加索的名畫來到香港 在IP那裏展出 那些人呢 記者問 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這幅名畫 這是抽象畫 是的 他不是問這幅名畫 他是問 買了多少錢 現書啊 嗯 從這個問題裡頭呢 由那個記者和人民的心裡頭的想法 不是說欣賞的名畫 而是欣賞 或者是講及的 關心的 就是買了多少錢 現書 是個錢來的 所以呢 我對於呢 我對於呢 香港人 一路下來了 這八幾年呢 由這個小魚轉 轉了一個金融市呢 中間呢 這個 這個銅臭味呢 已經很頂了 就是這樣呢 林鄭可以抓到這個錢 是不是 其實呢 我心有同感 好像最近幕內的那些 話拿來香港呢 我覺得他是將它全部 低俗化和容俗化 就是那些人 其實那個創作者呢 他很有責任的 他弄了那些 什麼激光 射來射去啊 然後就 搞了很多那些 不等的東西 其實你正經一幅 就是 那類的那些 噱頭 一幅畫 一幅幕內的東西 我在 巴黎在隆盾 在那些 那些瑞蓮 你什麼都沒有 一個很簡單的 不破壞幅畫的燈光 射下去 嘩就已經正到鼻了 他又弄了很多這樣的東西 就是說那些東西全部 低俗化 然後那些人呢 就逼到爆了 為了要證明他看過幕內 然後打卡 打卡 什麼都是用那種桌頭 用那些錢 用那些工人來 還有主辦單位 他們是很看人數的 成不成功的 我最重要是看人數有多少 要不說 場面位不太大 是的 即是一個叫做用素 量化 或者用一個這樣的統計 這些東西是二十年的 是的 沒錯 這東西呢 使得人很懂得課的人 很淡 因為大部分都不懂課的 不懂課的人 只是說值多少錢 看多少錢 拍幾張照 所以 如果有機會 我不知道要拿些什麼下來 我提議大家 留意是否寒稀在夜焰圖 我真是覺得 這個是南唐里厚主時代 他有個權臣 他家裏 你現在不是見到 最近有些國華 有四五個侍女 玩不同的樂器 正經那些 但是全部都是在那裏抄出來 就是主人家在那裏 躺開胸襟在那裏撥線 然後呢 有些人跳舞 有很多不同顏色的服飾 那些配搭的手飾 然後那四五個女生 就玩不同的樂器配合 就是你看到南唐時代 就是這麼久以前 中國那種繁華 和文化裏面的多元性 就是有很多外族的人 在一起 就是我希望 就說我們從那欣賞角度 你就算他怎樣政治化到 我就怕他 就不知道做些什麼乾隆王出來 然後他就說我十全武功 現在我們民族統一 那就真是混蛋 多數就是知道的了 我又估衝一下 剛才呂王所說的 就是台灣國立國館 那我呢 很多次 由七幾年已經開了 那裏面呢 有很多送話 送話呢 就已經過了 但是其實故宮呢 還有送話之前的進話都有的 但是那些不能夠再拿出來的 就已經散了 即使是紙呢 上次楊生跟我講 紙不能夠過一千年 對不對 他說會散的 那他在券上那些券都散了 即使你是用一個好的保養 就像燈光啊 最好怎麼都不能動的 根本就是 不能動的 我去那時候 幸好呢 七十年代都還看到 宋禧 這個宋朝 宋禧的很大幅的 在券上高的山水 雖然都毛毛的 但是都叫親眼見過 那你知道呢 台灣現在呢 是再見不到一些 千年的畫 無論是在券上高 紙上高更加不行了 這些畫已經全部複製 而收了它的原畫 在一些安全及維修 維保養的地方 那所以呢 所以這件事呢 不能夠不讚 這個台灣的故宮物業館 都下很多心思 去保養一幅千幾 或者千幾年的 那個 國畫 有些慈氣 宋朝的慈氣 剛才你說官僑啊 軍僑啊 那些還可以容易些保養 但是呢 或者雙朝的同氣 都還可以保養 但是呢 紙上高 或者券上高的東西呢 真的難啊 真的要做很多事情 我都很希望呢 有一些呢 有文化抵運的展品 將來呢 來香港看到一些呢 我們中國歷史上的 文化的成就 但是如果全部都是一些呢 宣傳品呢 或者是我們中國國設 引起我們呢 中國人 發怒怒的 情緒不好的呢 而表揚到呢 現在這個政權呢 怎樣威猛的呢 我就覺得呢 這個 這個 這樣的展覽呢 都 差過 給 錢你看了 其實 你兩位怎樣看 我想有些人 我沒有怎樣聽過 人家用這個角度說 就是說呢 其實一件 Supposedly是好的東西呢 現在被林鄭這樣騎劫了呢 變成她自己的助選工程呢 整件事變得更加可惜 我是真心覺得可惜的 因為如果這些東西裡面 當中 不是英品 或者不是我認為 是次貨 因為我覺得台灣 台北 國立 故宮博物園那些 才是正貨的嘛 這個是次一級的 就是掌公當年呢 趙飛不力 所以呢 就走去台灣 但是不光的 不是那65萬件裡面的 就是 是這一堆意外的東西 那你拿來香港 都是好 因為她始終擺在裡面 她也有她的文化價值的 她也有一件 她自己的故事去講 但是為什麼 一件好的事 要被林鄭搞到這麼肉酸呢 我是這樣看的 整整件事 她只是用錢 就說 我們35億解決了 搞到連馬會都要出聲明 好了 這裡呢 我就要講 你馬會聲明就是 這個呢 不會影響她的常規捐獻的 她的常規捐獻呢 接下來每年呢 都會維持回 在36至39億 這樣 那這個是一次性的捐獻 因為呢 要慶祝這個 回歸20周年 回歸20年 那就變成政治性了 根本就是政治任何 很快就變成政治性了 但我都不要緊 我當你好識做 你真的捐了一個博物館出來呢 那是造福香港很多當人 OK 好不要緊 我給你這樣說 但是 有沒有人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這35億 其實如果你不用來建博物館 你用來做什麼呢 除了35億之外呢 他還有一塊地 起就是起館 地 香港最貴的一定是地 又還有西九的地 其實也是公共財產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說他原本是做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的嘛 要用十萬平方公尺 一個很大的site 如果你其實這些地方 你做了一樣東西 就沒有其他東西 我不是說他表演藝術大了 可能表演藝術過多都不頂 但是是不是需要一些專家 大家很客觀地看一下 其實怎樣善用那個土地 就算是做文化事業 為什麼突然說 我要把西九就西九呢 是不領域的 我看到了什麼問題 我告訴你 我們在說林鄭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是林鄭這個人 剛才有些聽眾 我招呼一下她 她說這個會不會是小明的遊戲 我覺得現在你看得成報多 我再一次說 你看得成報多 你就真是中招了 現在還在說小明和西環 這件事是習近平的遊戲來的 因為你想一下 習近平所謂叫做 Chairman of everything 他是Michael Manish 是中國每一件事 你開完六中全會 開了兩會 又去了北戴河 現在準備十九大 他有核心給你叫 一個這麼重大的東西 他不是他推 誰敢推 還有呢 故公文物呢 在中國來說 是最頂級要保護的文物 不是說哪一個做院長 他都可以隨便輸出境外 一定是最高政治權力的人 拍板成為一個政治任務 他們才夠膽一定要去執行 如果不是整個政治局常委 一致認為這些國保可以放來香港 誰敢這樣做 但是現在因為習近平一人一人獨大 他是把所有權力集中在他自己手上 所以現在你還在說西環 還在說小明 我覺得你的智慧是等於五歲以下 傻了 你的智慧是五歲以下 不是五歲以下 五個月以下 西環小明有什麼能力叫 調動故宮的國保來香港 他在香港最多是調動那些阿伯 或者一車車的那些 即是那些大媽下來的 就是那些 國建同鄉會 舉完旗之後 把五星紅旗踩到城地 都是他調動這些 他有什麼可能調動故宮博物院的國保下來 沒有可能的 不是五歲你看得起 所以我說這個問題 我擔憂是什麼呢 馬會是被他收編了 因為馬會也有利益的 這個朱凱迪已經說過了 譬如說 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發生了 但是我關注的就是說 他拓大氣功做了一塊東西出來 35億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其實你知不知道他做什麼呢 他是把故宮的硬件擺來香港 即是有那些 不知道什麼 黃色雅面 然後有那些圍牆 然後有那些所謂一種宮廷器蓋 最後不倫不類 我覺得整個東西 我怕他變成橫店 即是你那一塊東西變成橫店 我現在進去做戲嗎大哥 是不是 我要看裡面的那些真寶 他真是做戲 神功戲 你港獨之父 你又說梁振英在那裡 撲到這麼行 是不是 港獨 現在給你一個故宮 為什麼上海沒有 天津沒有 一怕它大爆炸 不是啊大哥 因為現在真是狗仔阿尿 霸地盤 擺明 告訴你 這裡是我的地方 麻煩你愛國 整件事炒完一碟 即是把文化變政治 即是很動俗的政治 或者很喜歡博物館 我整天都在想 為什麼不整一個 就是未去到這麼討厭大陸之前 為什麼不整一個由巡到民國的歷史的博物館 即是不同的Session裡面擺放不同展區的東西 正如我在日本上野公園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是希臘 他從遠古到後期的每一個不同時代的展品 你看到整個希臘的歷史 整個跳躍在你面前出現的 其實你香港 你中國這麼多年的歷史 為什麼你不整一個博物館 對不起 呂和 在未曾回歸之前 我就提議過給我的老闆 就是俊賢 我那時候很有字以為 我的俊賢沒得頂 我提議應該做一個叫做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大陸終於做了 不過現在不開放 消息的精明 是的 為什麼做文化革命博物館呢 因為文化大革命已經定了性 是馬失前提了 已經定了性是一件十年浩劫了 那就無所謂了 誰知道原來是不行的 因爲 日本有一個政治任務 就是用來宣傳的 如果文化大革命 用來宣傳裡面的殘忍不好呢 即是說間接宣傳共產黨不好 也是同時引致這個 即是關放的寶物館 一定要做一個寶物館 一定要做一個寶物館 是用來宣傳 用來鼓舞一個愛國的氣氛 或者是鞏捲這個共產黨政權的氣氛的 那時候是二十年前我真是一個很幼稚的人 想不出這個問題 現在我知道了 就是做一個故宮或管制 用來最大任務 不是用來承傳這個文化 不像我們這樣想 而是用來一個政治任務 這個反而是最真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這麼多的評論裏面 沒有特別指出這樣的任務 後面是一個什麼的根 這根根 為什麼這麼多人下意識不高興呢 原來下意識不高興 共產黨又準備加強一個政治宣傳 林鄭只不過是 可能她知道或者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她是一個被利用了這個旗手來的 所以呢 也是她登位的其中一個 我想是她的任務來的 所以呢 今天我們希望這個節目就 列出這些證據出來 大家看得清楚點這件事 現在我看到貓在那裡 貓在那裡 貓在那裡喝著那個可樂 因為她把那個可樂打回了 她把女王的可樂打死了 貓在那裡 貓在那裡 貓都調戲不太順了 可能連這杯都打死了 我們叫做坐懷不亂 即我們早上做 是不是 下一次叫她倒水滾到大腿路 大家會不會坐懷不亂 我們也要的啦 即the show must go on 不要去嘗嘗 貓踩走了刺貓在那裡 在右台做節目 不停地諷刺你們的貓走來走去 是有原因的 是不是 你馬上瞄你了 瞄你了 她懂得聽啊 你不要說的話 我們繼續說 當你那個政治是凌駕的文化 然後將歷史是隨意運用 它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百年屈辱 中國站起來 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燦爛文明 你只會加強你對祖國的崇拜 和向心力 但是如果她這樣做 就跟香港的人交交不入 還有你想一下中國近幾十年的災難 你記不記得延安整風 文藝是要為工農兵服務 即是說文藝是要為共產黨的政治利益服務的 那你如果文藝包括歷史文化等等 全部都一樣 那結果出現什麼呢 是不是 就是整個文化出現一個大倒退 大破壞 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國家之福呢 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實真是不需要爭辯的 就是國內的中國歷史的貨本 就是歷史有三個人物 第一個陳勝 第二個不說 第三個李智誠 說完 嘩 這樣怎麼教啊 大哥 什麼都是農民起義的歷史 農民起義就創造了文化 階級鬥爭就是人類的文明 如果這樣 當然現在不是這樣說 對不起 農民起義對文化破壞是很厲害的 你想想 當年唐朝 長安的宮殿 誰破壞的最厲害 就是王朝 農民起義破壞文化是最厲害的 李智誠入北京的破壞很厲害 到後來誰保護那些宮殿呢 是清朝軍隊進來保護那些宮殿 就沿用那個明朝留下來的宮殿嘛 就不是農民軍去 所以中國的歷史其實是很吊詭的 如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統去教 就教死人 教那個又死 他現在又不敢說這些東西了 我記得九四年那套三國演義 一開始就說黃根起義的 是啦 喜子而之亂 亦有 那麼 到現在已經不是了 新的一套三國不敢說黃根了 大家明白的政治又變了 現在一些當你活學活用一些政治歷史 你就要看風向了 如果現在本朝的天子站在這一邊 你就要拆這個古人的鞋子 如果是下一個皇帝上來 你就要拆另一個古人的鞋子 嘩 這樣搞法我們怎麼教書啊 所以剛才就說了 你博物館裡面的故事 這個農民起義 是 熊秀全呢 就歸納了成為一個農民起義的先鋒 但是之後呢 熊秀全是不講的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邪教 因為他呢 有點像法輪功 法輪功呢 有相似的地方 是 他有拜上帝 他有認了一個上帝做他天父 耶穌的天靈 還有西方來的上帝 西方來的上帝 還有他們叫他長毛都死了 長毛 這個叫長毛賊 因此呢 後來呢 五幾年之後呢 到了文化大臣之後呢 熊秀全起義 就不再是農民起義 現在提都不提的了 沒有光環化他 沒有 完全沒有光環啊 最重點就是 又是漢啊 但是現在他們 現在全沒有漢 在我們香港讀歷史的人來講 真是一頭無水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五時花六時變 什麼時候是真 什麼時候是假 讀歷史就是深水清啊 你想想鄧小 另外呢 將來如果一個故公文物 來到我們香港 每一個故公文物 都有他一個故事的 都有他一個反映的情況 而這個情況 任由那個政權去講 去加以他的詮釋呢 這個呢 我想呢 阿楊啊 阿潘啊 阿呂王啊 阿呂王啊 嘔血都嘔不及了 不過我未必見到 即是他們 你們三個年輕人見到 都嘔到的 喂 不要說這些了 你們那篇文 內性 鬥長命的 是不是 我們就是要長命 兼有耐性 剛才都說 即是他現在每一個展品 都要寫一段 他的介紹 這個介紹 真的會五時花六時變 你想想 那時候 喂 我們說鄧小平 被人鬥過的 OK 他三起三落過 那他不就會 即是對於文革時期 那段歷史 他會正視 他也會覺得是一個錯 因為他是受害者 他是受害者 他又不是這樣說的了 他又叫你不要拿 之後那三十年的經濟發展 去否定之前那三十年 所以大哥 那我怎麼樣呢 是不是 像次官所說 如果我真的認為 是OK的 我可以自己改這個文化 你剛才說的 你的字眼是什麼 文化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是的 如果真的那時候 說是鄧小平年代 真的被你整 現在不就是要抄 現在不只要抄 現在要批判 現在唯一一個地方 不批判 還沒拆 就是毛澤東那個墳墓 他剛剛就想說這件事 就是說他共產黨人 為了要名流清史 或者為了要當權者 當時的當權者 要證明他的正統性 他永遠都是做一些大的工業 大的Monument Monumental的建築 那他希望能走得掉 就是華國鋒呢 他在毛澤東死了之後 幾個月裡面拍板 用盡當時中國的人力物力 做了一個紀念堂出來 然後把那隻鹹魚放在裡面 現在動又不是 不動又不是 是不是 所以現在就為了 習近平的需要 在香港製造一塊所謂故宮展館 但是那個東西的主題 可能就是民族偉大福氣 就是異谷同工 我覺得 將來就是遺憾 就是你動又動不到 你說故宮 你說故宮 你想想北京王城和故宮 其實是一個整體來的 我們看回這幾十年 1949年之後 這個很出名的建築師 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 說過 成長夠成長不能夠拆 就是為了擴大天安門廣場 拆 他跟林輝音 方便他閱兵 閱兵是甚麼 代表我多威水 我要展現我的肌肉 蘇肌肉的軍力 是不是 這個完全是對文化的一個大破壞 是不是 那麼 這些筆數怎麼計 有沒有人還記得這些東西 還有到現在都未完的 但是這些 你北京的那些舊城區 那些胡同 那些胡同 拆完又拆拆完又拆 北京根本 我 就是都 我做的那份雜誌 訪問過一個 奧地利的漢學家 他說他最痛心的 就是中國現在 是水泥化 水泥化就是怎樣 不斷拆了一些 有歷史價值的東西 就建一些新的 用水泥化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結果怎樣呢 就變成一個 鋼筋水泥的普通城市 就沒有了他本來那種 黃成的文化氣象 是整個人類的損失 他覺得痛心 他不是因為他愛中國的痛心 他覺得人類文化這樣被破壞 他覺得痛心 就是說我們對帕里班 或者阿富汗的人的感情 其實是隔了很多重 但是如果帕里班 或者那些 ISIS 他破壞那些幾千年前的 亞術文化 巴米元大佛 所以我們 我們都痛心 所以呢 我覺得 中共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他對中國文化的踐踏 他不是只得罪了 裏面的十幾億人 他得罪了整個人類 他是去對整個人的犯罪 這個是你胡亂傳釋歷史 和胡亂破壞一些 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絕對是一個反人類的一個罪行 哎 爭在你 是不是當權的 所以這個 你整個共產黨 都是一個反社會主義的 這個代表來的 大佬 是社會主義 他完全是 跟人類感情 是 Sorry 等一下 我只是貓仔 那隻貓仔 今天的脾氣好像不太好 不是 他很興奮 他不停黏著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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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媽媽 你捧著他 你不要讓他動 小孩 你不要讓他動 你不要讓他動 就可以了 我想起 我們 中國 在民國時代 好像梁思成 林輝音 這些 這麼有人類胸襟的 建築學家 當年美軍 大規模地毯式轟炸日本的時候 他竟然去美軍建議 有些東西你不可以炸的 京都內糧 這些不是日本的東西 是屬於全人類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一路講的 point 這些就不是說 他們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 他們不是為日本人說話 他們是為全人類說話 結果美軍的確是 接納了他們的意見 那中國人就覺得他們是漢奸 是吧 我要閱兵 我要一些城牆來做什麼 就拆拆拆拆 以前對城牆的事情是看得很大的 很重要的 你只是拆個洞 或者是 怎麼說拆 你轉個洞 你都大不敬 正當的保護古城的方式 應該在舊城區保留原貌 然後在舊城區隔離 例如在一個新城的區 行政和現代化建築 就在那個新城區 例如耶路撒冷 東耶路撒冷就不搞這些 古古怪怪的現代建築 西耶路撒冷就有車站 現代化建築全部都在那裡 既可以有現代化 亦會保留原來的古城原貌 這些才是尊重自己的歷史 尊重人類的文明 這個就是羅馬 羅馬也是這樣 羅馬也是舊的 羅馬和新羅馬 兩個不同的地方 應該是這樣的 我這幾天在這裏上Airbnb 看不同的地方的住宿 那Airbnb 以前沒有我怎麼用 但是現在一用 為什麼會這麼成功 因為大家平時 以前去開的旅行都是住酒店 酒店做得很好 它都是酒店 它沒有家的感覺 你知道你打電話下去 前面一定會有人理你 然後一定要有車停在門口 你隨時折到的士 但是Airbnb 要吸引的地方 就是人家裡 我記得有一個在上海 在這個法租界 它有一個小公園 裡面製造得很漂亮 它就是有以前民國的氣色 還有它有那種東西匯穗 有日本味道 有法國的味道 加上海作為一個大刀匯 那時候是一個亞洲的金融之刀 整件事融合得很漂亮 而很可憐的 就是我之前去上海 我都留意到 就是上海 反而可以將它本身的文化 它的歷史保存到 而香港不行 因為你要知道一個很sad的現實仔 你香港無論怎樣kiss ass 香港市民是成為不到國家主席的 但是上海幫是有這麼多年來 在中國的政治上面 是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所以他們是會保存自己的故鄉 保護自己 你看到那時候 越海集團為什麼會墮馬 又是因為不同的幫派的鬥爭 上海幫 四川幫 四川比較少 後來和一個廣東幫 這個大家的權力更替 所以動的時候 上海始終動得不多 但是你們香港 會不會 梁正英將來成為國家主席 不會的 因為你擺這個一國兩制的definition 你做不到 他可能成為赤柱聯儀會的主席 我覺得應該是 絕對應該是 要找廣明哥問一下 我希望哪個許次仁 身臟力健 長壽健康 在裏面等著他一起下棄 從早三四 劉慕紅應該是一起抓的 但他出來 他出來的 一個做影子行政會議 一個做影子聖務司司團 一個做影子 一起人生於世上有幾年 組成一個新的革命會 有幾個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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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女王剛剛講 上海 你又要想一下 其實長遠來說 香港這個特首 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很獨立的問題 無論在我們香港市民 在中央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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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叫他不要做 跟著給林鄭做 中間都要搞這麼多東西 要搞這麼多動作 然後才可以鋪一個人上去 但是這個人只是鋪一段時候 五年之後又如何呢 又怎麼鋪呢 每一次都沒有這麼多東西給你玩 下一次又不通 又弄另外一個 什麼的 不是 只能說到的 Google博物館 你現在說到嗎 所以 所以 看到 這個舉措 是相當之 困擾他們中央 或者是想 在香港立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情況 並不樂觀 我們經常都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次的特首 無論你說 選舉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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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大家看到一場戲都不會這麼樂觀 所以見微知著 只看一個這樣的故宮無人館香港整個館 已經看到那手不成勢 這種錯誤 其實再長遠想一想 你為我們香港前途怎麼想呢 我頭一尺都不知道怎麼想 其實你想想那三坨東西 高鐵 機場三跑 加上港珠澳 香港人已經消化不良了 你現在還側多個故宮下來 頭都帶著 我們都未消化到之前那些 接著我不是說你林鄭一句覺得錢我解決了 那就行了 但不是你說你現在是在我家屋的 那家屋我有份住的 你在我家裡不可以說你找裝修師傅 接著你埋單 你就可以把我的家屋拆掉 重新建立 因為我有份在那裡 現在就是 你35億到時你超不超支 已經有人說過這件事了 第二 我當你現在我給你不超支這麼厲害 你將來的管理 不用錢嗎 那些人不用請的 對不對 整筆數是在那裡的 到時我又不是說 這個臨時展官放在那裡 說真的如果你只是故宮 要借些東西下來的 香港有很多博物館 沙田那個 尖沙咀那個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放的 就算不放在博物館 你找幾個大媽耍大家夾錢 整個別墅出來 靚靚靚的 精靚自製的 在裡面 以前都有地產商說捐地 什麼什麼 幾億一間別墅 對他們來說 根本是九牛一毛 是不是 你搞定之後 跟著呢 由他們去捐款 做一個 滴滴色色 然後又很大方得體的故宮博物館 我想 很多問題是可以解決到 就不需要說現在拿光家的地 搞到一個大頭髮出來 我剛剛斥官說 要用很大的氣力 搞很多花生東西出來 捧一個人上去做特首 其實你越做得多些動作 香港就越亂 你直接有香港 順其自然去走 香港不會越走越遠的 現在就越走越遠 不過我想說 現在你越打得多 他越走越遠 香港的人 是很白艷的 還有很多計 香港的人 就好像那隻貓那樣白艷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我自己也想不到 但是很快就有創意藝術出現了 我希望大家盡量爭取這個機會 因為去到今個月14號 他那個展覽 即是香港站 去到中環站的展覽 就會下架 哦 那個 那兩邊又快 即是現在就說 你將那些天安門的backdrop 將那些北京的backdrop 都放下來 我們就會八九六四 然後就做很多這樣的宣傳 拍selfie 諸如此類 即是這件事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中共因為他的政權的不道德 還有做過這麼多仆街的事情 他是千瘡百孔的 他要用一個道德高地走出來 他周圍都是戰靶 即是這件事我都替他可憐 即是變了你很容易用一些方法 令到令他尷尬的 那變了這件事就成為一個磨心 即是現在原本你說香港人撕裂 你繼續製造一個強勢的林鄭出來 製造一些這樣的 即是那些好大喜功的假的工業出來 就被那些反對他的人不停攻擊 於是香港就永無寧日 那些反對派就有很多辦法 即是我自己當然是喜歡做這件事 因為我們反對派 喂 未必哦 不想欲林鄭的人未必是反對派的 可能背後更加多有強力的人想動他 借這件事打下去 你只不過你多放了位置給他上 所以一句字叫亂 即是你多給予他 他就予受得多戰 喂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版本呢 說這個其實是煙幕來的 其實就是給一隻招皮給林鄭 擺著她出西天 某人 那其實真正的真命天子呢 是你薯片哥哥啊 這樣嗎 這一個人呢 我覺得他智力不是五歲 他應該就是跟國師一起吃藥的 我比較認同哥頓這樣說 因為根據這近二十年來香港的發展 那些人呢 似乎真的不會用這種方式來善他 你這樣善他 你即是七雙拳 自己先死了 喂 大佬啊 而且你會太貴啊 你這樣善一個人 不是 剛才我都說過了 我想這件事幾乎是沒得爭的 而且你是自己善自己 為什麼沒得爭呢 就是 除非你對中國現在的政局和政情是完全不理解 我剛才說過 現在習近平是這樣集中了權力 以及他那個管治的風格 是這麼micro manage的 關於護工這麼大件事 他被你下面的人拿來做工具 去玩另一個人 即是你是不是真的 不會的 沒有可能的 所以這件事就看到 其實他們權力膨脹 但是智慧的局限性 是 因為其實因為權力這麼集中 不肯聽人說話的人 其實他有很多盲點 我說習近平是不是真的這麼聰明呢 他是有槍有炮 但是他不聰明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一個人思維 他旁邊的人不敢發聲 即是好像我講的笑話 我經常都講這個 他就 歡衣和歡龍都分不開 即是習近平雖然就拿了這麼多學歷 但是他的論文是看英文的原著 我看來看去他沒有理由懂得英文的 即是說這個是一個骨河無順的國家領導人 但又好大喜功 又要拿威 於是就給了一篇稿 因為中國漢字簡法 那個伊字和那個龍字差不多寫法 他說歡衣 歡龍就講了歡衣 然後可能要殺了那個人 所以就說習近平的思維 他現在覺得 他一定要做這些顯示他的權力 但這件事正好 就製造了很多漏洞出來 這些漏洞呢 你如果利用它 可能是一個抗爭的手段 但在過程裏面 其實帶來香港和大陸都有很多傷害 是 絕對是大傷害 你只是這個這樣叫做故宮 上次故宮文物有沒有來香港展覽過呢 最近的一次呢 都是幾個月前的 就是台北的這個國立故宮博物院 來香港展覽 就是郎世玲的名畫 很多白進圖 當時清朝這個宮廷 意大利畫師 完全沒有問題 在城大那裡展覽 又是完全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是好評如潮 今次搞出一個這樣的大頭伐 又是政治掛稅 那你說 你共產黨次官這樣說 為了捧一個人出來做特首 又是製造一堆大龍鳳 結果呢 那龍鳳架得越大 他出來的鑊就越多 亂局也都越大 那無論是反對派也好 或者是暗地 表面是建制實質是反對的也好 也都是借力去打上去 你怎麼控制局面呢 我看呢 就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的想法 我覺得他未必是用 這麼大的資源 人力物力 還有什麼這麼大的風險 去為了捧一個人 我認為這個是楊具崇拜 根本 他就是在香港最當眼的地方 現在接下來會是一個 你想想搞出這麼多任的特首 都未搞得到 歷史20年都有 搞一堆東西 那這個是萬眾期待 他就是要一呼天下應 我就是要整個國家 舉個上下 見到你這個夠膽和我叫板的地方 我就放我的楊具 在那裏給你們崇拜 根本我覺得和捧任何的候選人 無關的 不值得和這條數不是這樣計 不是錢的問題 但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是要捧林鄭 他是借林鄭上位 去宣示中共的主權和權威 是 因為他這個楊具 這支楊具 這支楊具 有個名字 叫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想吐 這支楊具 舉了在那裏 是不能夠倒的 所以他又要把中華民族的圖騰 其實圖騰不是一個楊具 是吧 把那些東西插在香港 然後有這麼大有這麼粗 插這麼大插這麼粗 所以這件事在現在的氛圍裏面 現在的香港人的情緒裏面 就等於一種被強姦的感覺 就是被強姦 我就說我住 這個比喻是很好 我住在那裏 你不可以跟我說 你有裝修佬 你找數就進來拆 然後起承你喜歡的樣子 但他那個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是不倫不類的 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 就是已經是閹割了中華文化 以及摧殘了中華文化之後 做一個非路非馬的東西 就是橫店 橫店那些古靈精怪的淘寶加橫店 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樣又插在香港 有硬件就沒有軟件 但是香港人就不能接受這件事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 一個cosmopolitan的大都會文化 香港應該是國際性的 不是反對什麼 國際你說文化復興 我自己都出席很多 即工作需要出席很多 文化的一些活動 通常來自中國的一些學者 或者一些負責人的演詞 或者說話內容 很多都說 復興國學 要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 就是和你剛才說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對 他們是很真心的 但是給人的感覺 就是包袱很沉重 如果是漢學家 剛剛始觀講的 各國的漢學家 如果你訪問他 你為什麼要玩漢學呢 學漢學的 興趣 好玩 中國好玩的很多 一個很輕鬆 很舒服給人的感覺 而他們所做出來 對中國文化的貢獻 就非常之大 你看看 瑞典的漢學 法國的漢學 全部都超過200年歷史 有很多東西 他們研究得 比中國的學者還要深 還要廣 因為不需要有一個很沉重的歷史文化包袱 以及政治包袱在身上 現在你每次都說 我們要偉大復興 偉大復興 結果復也復不了 你不是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嗎 到現在還未完 大家還在坐著 多矮 現實主義 當時的天子 當時的領導人 有一條線 去做一些政治鬥爭 所有的學術和歷史研究 都要復應於政治鬥爭 譬如在文革的時候 就是說 儒法鬥爭 就是 武則天 代表新興地主階級 是法家 原本那些 唐朝的貴族 代表原本的地主階級 就是儒家 儒家就是保守落後 法家就是進步 然後就變成 你說法家嗎 法家 儒法鬥爭 是無終生有的 在文革那幾年 總之由孔子 二千多年前 到現在的林彪 周恩來 一路這樣下去 整個中國幾千年 都是儒法鬥爭 他認為 那條線 當時有江青 所以就要去捧武漬 是啊 現在歷史就變了 差很遠了 兩個人 現在習近平就說 民族偉大復興 所有事情都是說 分裂和大一統 分裂就是不道德 大一統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會 康翁乾那些十全武功 那些宣是帝國 無限的疆界 用這些東西來立威 一群人穿了黃馬掌 我覺得很難 其實我都說 阿養 上一集我們決戰的時候 都有說 如果你要把故宮在那裡 麻煩你交代蘇聯 那個百多萬平方公里 西北和東北的土地 烏蘇里江以北那些 去了哪裡呢 這樣你就交代了這一段 還有你是不是把 史大林氏外門偉大的 什麼爸爸 還有什麼 是不是把那些 帖子都拿出來 這個不敢說 因為你俄羅斯 佔領了中國大 這麼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地方 共產黨是承認了這個條約的 說邊界問題 和俄羅斯已經解決了 那你說 他怎麼可以面對這件事 所以他當時 和俄羅斯達成這個協議的時候 是沒有高調地向全國通知的 總之大家兩個政府 收手麻麻搞定 輕輕一筆過 百多萬平方公里沒有了 但如果你拿台灣 香港這些這麼大的豆腐潤地方 就打羅打鼓 又說有多少支導彈 又要找些流羅 豬仔說我們有槍有炮 聖馬律師那位 那我要買一個廣告 你們聽眾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這件事 就可以看一本唱 一本唱宵書 即是上書局出版的 是 現在就在那些樓上 炎王順秋 炎王解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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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三個九段 南海九段 有兩段 比當時北越 是革命兄弟 你那個鎮南關也改成友誼關 變成友誼關,結果就打到癡廢,把得更厲害 那本書也有講胡志明怎樣搞革命 胡志明根本就是一個半中國半越南的人 他的中文都非常好,寫了很多漢文的詩 其實當時那些… 喂,廣告雜誌完美,你肯回來嗎 喂,就算那本書賣得也不是我收的 我一個詩也沒有來過,是不是 老老實實,如果你是… 如果是,不如你把一本書放在那裡 我幫人做戒衣裳 你知不知道,好像昨天這個次官和彭志明 那個節目,粗口文化,挺好聽 那這些我們要支持的 那關於一本粗口的書,我們都應該放在桌面 讓大家多一點了解 這個是香港粵語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過分 千萬不要用很道德的角度去看 那些人無居不了你的了 不過我想再… 趁著再幾分鐘就可以說一下 這個… 本身都有很多故事在這裏 我們多辛苦呢 其實呢,推翻滿清不關的事 我們多辛苦呢 保存到這樣的地方 於是,現在還有這麼多文物給大家看 但是後面呢,如果再講到明清的故事呢 比如說,國民黨怎麼樣革命 國民黨怎麼樣呢,推翻滿洲 滿洲呢,怎麼樣呢 在整個政治的氛圍裡面呢 變成,打散了之後變成軍閥割據 後面很多東洋的 比如說叫做東洋軍閥 這些等等呢 我看整個故宮歷史裡面呢 都應該… 在香港的時候 提也不會提的 再講故宮做什麼意義呢 故宮整個歷史本身 都不能夠清清楚說給香港人聽 或者國內的人聽 那這些隱瞞呢 將來呢 會變成一些 煙沒了的塵埃來未定 所以呢 我覺得呢 本身故宮本身 這些歷史是應該 彰顯出來的 但是又不應該呢 從這個政治的任務底下呢 變成一種呢 政治宣傳品 這個呢 我最擔心 和最… 我覺得今次呢 整件事呢 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來的 這件事是… 究竟知不知道這些歷史呢 我看情形 他讀過這些書呢 都未必讀歷史的 是 他未必知道的 但現在似乎你的擔心 已經變成事實了 這件事是令人相當之不開心的 的確是 那他自己… 相當之不開心 很多人經常說這件事反對 那件事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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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是很… 有一件事他想不到就是 他自己的意識裡 是沒有一樣的就是 他沒有充分尊重 每一個地方的文化 和那個地方的人 這個東西 這件事對西藏也是這樣 我們補貼西藏多少啊 我們維修部 達拉公丟了多少錢啊 每年補貼西藏多少多少 這樣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西藏 寧願自焚都要反抗呢 是吧 為什麼香港人覺得 好像你… 比你經常覺得不知好歹 不是說什麼不知好歹 而是你經常覺得 這個人是 益你了 欣賜了 沒有我不行 這件事對人很不尊重 是不是 不是說你有東西 益我 我就真是吐飯 認跪低認契弟 但是阿洋啊 我想在這裏 不介意 我打斷你 他所謂的恩賜 亦都不是事實 他覺得是恩賜 我覺得不是 他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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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是 我覺得香港人要站在這裏 告訴你 我覺得不是 你不要搞我 我更好 是不是 香港如果沒有中國 插隻手進來 我們保持那個國際的特色 面向世界 我大把相機 我告訴你 是 是不是 這個絕對不是恩賜 來的 但是 好像水那些 他給了很多錢 買貴的 買了很多錢 買了賭下海 還有污水 是物非所值 是不是 這些不是恩賜 但是 你就不可以看成恩賜 他永遠不願意去明白 他未必不明白 他不願意去明白 因為他如果要不願意去明白 他如何面對他自己 他根本擺出來的姿態 他是要這樣 因為 他雖然 經過文化大革命 又說要破四 去年 所有以前的儒家都推翻了 但這些東西 他沒有推翻 骨子裡面 就是君神父子 他是君 你是神 他是父你是子 你是兒子 所有你穿的 吃的 都是爸爸給你的 沒有我 就沒有你 有國才有家 他由後到什麼 他都沒有跟你對等過 是你傻子 以為你自己對等 你見他今時今日 跟你說一國大於兩制 由後到什麼 他的格調他沒有變過 他是大過你的 你根本只不過是一個城市 對他來說 你認為他會對你是 fair的看法嗎 所以他真的恩賜給你的 但是他沒有說沒有代價 他覺得他不收你八十億 只收你四十幾億 已經算收便宜了 那你怎麼說 根本不是一個 fair ground 所以我覺得 這一件事 自求多福 我們反抗 就不是說他有槍炮 我用槍炮對他 而是要建立自己的自信 我覺得 其實我們做得不錯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想想從97年到現在 香港人是否真的屈服了 我不覺得是 香港人是否在那裡 在那個驚激 石垃 是不是 在那種種子殺下去的時候 都在那裡委曲求全呢 其實我們各個地區 那些社區 很多的年輕人 都在做著本土的藝術 在做著本土的文化 就是說其實香港人 是沒有放棄到這件事情 是吧 只不過呢 我們不可以太過對自己 缺乏一個自信 因為 我就說一件事 香港人很白厭 就是你去搞天安門 我就在那個 記住啊 1月14日之前 拍多些selfie 你放些什麼下去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拿到一些 三筆 拿到一些國際的關注 我不用正專家 是不是 用黑旋風就可以了 所以就說 我不是這麼絕望 不是這麼消極 那個東西 158萬的 不玩了 不玩了 浪費了 我明天就去中環那裡 走幾轉 拍多幾張照片 香港站 今天已經有血手印了 在場面出現 黃丹又 那個黃丹是鍵下去的 平反六四 因為黃丹根本沒有法子 進不來 被人鍵下去玩 這些越玩越多 所以你就自己拿來衰 玩那麼多東西 結果就被人玩回頭 就是我欺笑怒罵 譚笑用兵 我就踩死你了 肥仔 是不是 你很厲害 肥仔 什麼 眾商寬容 寬衣 寬容寬衣搞不清楚 是不是 其實是一種笑話來的 去到英國的時候 又將那些傢俬油紅色 又跟年輕女王說 不是 他不是油紅色 他說他要紅色的衣掛 是啊 又要改好位置 因為風水不好 還有他說 他說要弄多個人下去 王家馬車路 因為那個保鑣要跟著他兩夫妻 這些事情 就是醜出國際 是不是 我什麼怕你 是不是 好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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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好運氣 老婆塗到全面粉 反射出來 那些 好像線面那些海糖粉 不會 這個我評價不到 因為我不懂化妝 我也不懂看女人 只是譯到她 這個是男人 這個是女人 超級女人 等我來 這個要拜她 超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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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會再說我 只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個國家 只是 什麼事情都是為黨服務 無論文化 體育 政治 財傾 全部都是為黨服務 大家愛國 就看著愛黨 大家很多 還沒有分到黨和國之間的分別 還是看不到 什麼叫做政府和政權的分別 這樣呢 而盲目去吹捧 認為這樣是一件愛國的事 或者是一件很光明的事 香港人值得驕傲的事 這樣呢 這個反而是我覺得很擔心 這樣就真的麻痺了 真是洗腦了 以後呢 都不知道怎麼辦 這幫人呢 還有年輕人 還有將來 有不得碟的教育呢 哎呀 喂 今天不得碟 又有新東西玩 啊次官 啊次官 不得碟 今天又有新搞作 要去做義工的嘛 她說 嘴火把 上年有學生 35人自殺 死了 今天就在立法會那裡 還有呢 家長啊 學生講得哭了 不得碟 中途離直 不得碟 中途離直 這個老友呢 仍然呢 博咀博蝕 他的 他的 他的觀念呢 和他的看法呢 真是和香港人呢 脫債折 和呢 直接都不知民間疾苦 又不知民間那些什麼 他有一套 那呢 這樣的洗腦 或者這樣的政府呢 真的呢 我看不到一個 怎樣怎樣 將來 會成為一個 國際大都會了 國際大都會是倒退的 如果找多些不得碟你 一定洗不到腦了 蛤 如果找多些不得碟你 一定洗不到腦了 反反轉頭 國民教育是不得碟搞我的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由他來主理 可能搞定了 不得碟是幫倒忙的 哈哈 現在呢 看得很清楚 幫倒忙 幫倒忙 很多人都仍然除去的 是啊 你不要理他 他找得多過我們 那倒是 他老臣在在 一定沒事 那你白宮發言 都找得很多 不就來不得找我了 找舊 但我覺得不得碟 不得碟我幾欣賞的 因為他對日本文化呢 就非常的愛好 尤其是穿制服那些年輕日本女士 是啊 是啊 寧願TSA這麽大件事 他都不理都要走去日本 證明他真的很崇逸 還有很喜歡任何樂的 你不知道 是啊 買了個年票不要浪費 馬上趕快去做 哈哈 不止是不得碟 李慧琼子啊 還有這個張國軍都行 每個都是啦 啊啊啊啊 雌根啊 雌根就可以吃那些櫻花 哈哈 吃那些櫻花 這班人就是 會在那些 上國子什麼 黑字 倒字一游 那些人來的 真是 參拜至過神社 那些 那他們很崇逸 怎樣愛國呢 在中國的立場 那是從日因為毛澤東講的說話 因為日本呢 不打不進攻中國呢 就不會呢 搞到今天了 是 多謝日本 這個帝國主義 和這個 這個 帝國侵略 和這個 軍國主義 是 可能呢 就是中了這句 無毒啊 啊 我都不知道了 總之呢 看到呢 都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我們將要說的事都說完了 嗯 有沒有補充啊 嗯 我只是希望大家 頭腦醒醒定定 不要那麼容易呢 就被人混淆視聽啦 還有 在我們反對這件事的時候呢 大家記住 顧公也好 敦煌也好 或者其他 文化工作者 文化保育者都好 啊 我們一定要對這班人呢 有一個尊重 他們呢 在政治壓力下呢 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 而被政治所利用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沒有辦法去自拔 啊 但是我們要充分尊重 和理解他們 就是我想說呢 就是這些文化遺產呢 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民族 是屬於全人類的 嗯 還有呢 最後一句呢 就是如果你想看一下呢 中共對於 非主流啊 的這個文化保育呢 包括你可以看一下西藏的話呢 嗯 你現在去西藏 並不會見到真正的西藏面貌了 但是如果你想看一下 真正西藏的東西呢 你在紐約的Rubin Museum of Tibetan Arts 反而你看到真正喜馬拉雅 除了西藏 包括北丹 印度啊 那個保育是一對夫婦 買了一個舊的大廈 而他們的有政府的支持之下 大力的保育做得非常之好 如果真正想看 你真正去美國 邪惡的美帝是真的做得非常之好的 嗯 包括他的那個 就是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曾經一度傳為這個 耶穌聖杯呢 後來知道是假的了 都是在裡面的 這個外國的那種保育呢 是鄰近地區 比多三百年都做不到 所以不要認為 故宮這次是一件幸事 並不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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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希望 新年了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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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